材料清单,烂油乳烙300克,无盐黄油八角形45克,蛋黄57克,加入蛋黄中的细砂糖20克,玉米淀粉11克,牛奶150克,蛋白95克,加入蛋白中的细砂糖55克。 准备,隔水加热黄油,士气融化,将蛋白放入打发用的搅拌板中,冷冻至靠近碗壁的一圈,出现少许薄冰,玉米淀粉或筛,在模具内侧垫垫垫垫,垫垫底部向内折,铺在模具底部,上部大约要高出模具一厘米,底部再铺一张圆形垫垫,烤箱预热至180度,烂油乳烙用微波炉,加热到人体肌酷的温度。 与黄油一起放入较深的大号搅拌板直径,25厘米左右中,用手动打扮器搅拌均匀,混合均匀即可,略有些油水分离也不要紧,把蛋黄和细砂糖放入另一支搅拌板中混合,加入玉米淀粉后搅拌均匀,将牛奶煮杯,倒入蛋黄壶中,隔水加热,同时用手动打扮器快速搅拌均淡奶壶粘,隔水加热。 加热时要用杯水,趁热加刺倒入奶油入烙中,迅速搅拌直至光环润泽,在上面完全解冻的大白中加少量性砂糖,用打扮器打至7分8,大概需要2分钟,速度不宜过快。 从剩余的砂糖中取2分之1加入蛋白霜中,打扮30秒,加入另外2分之1的新砂糖,用打扮器在搅拌碗内,慢慢画圈打发,提起打扮器,附着在打蛋头上的蛋白霜尖端缓缓缓下弯即可。 将4分之1的蛋白霜倒入5中,用刮刀中搅拌瓦底部分齐,大幅度搅拌,拌匀后加入剩余的蛋白霜,搅拌至蛋糕不颜色均匀即可。 将蛋糕糊倒入模具中,搅画一下模具,是蛋糕糊分不均匀,再用刮拌抹平,巧破表面的气泡。 搅拌模具放入烤盘中,加入热水,深度1.5厘米,放入烤箱烘烤15分钟,再调至160度烘烤25分钟。 成品表面成焦黄色时,关掉烤箱,利用鱼热蒸烤40分钟到1小时,取出蛋糕,完全冷却后用保鲜膜研模具包好,放入冰箱冷藏,像用实在涂抹,蛋糕底部的电池无需取下。 小贴是一,最好用固定模具,如果可以,尽量选用较深的模具,二切断电源后,烤箱的余热会继续发挥作用。 不要烤过,有的烤箱即使成品表面没有出现焦黄色,火候可能也到位了,所以烘烤时间不要超过建议的时间太久。 三,在整个操作过程中,动作要迅速,有序进行各个步骤,是打发好的加白霜状态保持不变。 四,第二天起,各种原料的风味开始渗透融合,更加美味,放置时间过长味道会变大,要尽早吃完。 如果喜欢短视频,请订阅短频道。